剛剛小編問到 青春痘很油的人 他能不能繼續擦 跟油上加油 這件事其實幾乎堅持我們自己的意見 不過我想先聽聽看 當時我們拜託他設計配方的 林志勤老師 在這部分有什麼看法 關於青春痘的朋友是不是 不能使用護膚油 這件事情其實 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你皮膚很油 豬油很嚴重的確實 可能不太適合使用 但是對於乾性皮膚人 他也是會長青春痘 所以他這個情況他可能 在使用護膚油上就有一定的 保濕作用 因此對於青春痘的朋友 到底能不能使用 其實還是要聽一下醫師的意見 這是從化妝免配方式的角度 來去看待這個問題 可是一般醫師的意見是 你用油就會長青痘 不管你乾性或油性或一般 所以其實護膚油的人 在一般皮膚科醫師來說 是不適合給青春痘的用 這點你的意見是一樣的 就我的建議來說 我舉例好了 現在不是流行早吸完A 現在有很多什麼 維生素A眼生物的產品 那他的副作用就是會脫皮 會稍微比較乾 然後皮膚會緊繃 然後會稍微紅紅的 可是這些A的東西 他不能用油性的機質 下去做伏劑嗎 可以啊 所以我這邊要說 就是說如果你在使用這些產品 有這種副作用的情況下 你上一點這種護膚油 其實對皮膚的保濕或修復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抓到一個邏輯上的盲點 就是說一方面醫師們又說 青春痘痘不能用護膚油 那一方面又說 如果你擦了A酸吧 我們就說A酸 或者A醇A醇 這些東西 不管你是擦藥品那邊 還是保養品那邊 如果你擦得太乾了 就來一點油 是沒有錯 那所以這裡頭 我相信大家一頓 聽到他不撒撒 就是 那個 那我到底要不要用油 基督監測給的答案是 在基督監測下可以 這是我們給的答案 然後理由是因為我們觀察到 青春痘病人其實並不是 在我們憑空想像的說 用了油他就長青春痘痘 事實上是我們發現他的那個 在基督監測下他的毛孔其實是堵塞 那堵塞的情況下 你給油以後他皮膚造成潤滑 潤滑以後他的那個粉刺 青春痘就排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情況就是 他的堵塞的青春痘變多 然後下來 變多下來 所以在第一段變多的時候 其實跟其他醫師是一樣的 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確實你用油會長青春痘變多 但是我們觀察了兩個月三個月 五年八年十年 我們目前觀察最多是十年十幾年 我們就發現他的情況其實 慢慢波浪下來 因此在基督監測的來說 青春痘病人適不適合用潤滑油 我們給的答案是 如果你在基督監測下安全的做 其實是可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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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